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来看一张图 这是哪里? 这是孔子学院 左皮,你怎么去孔子学院? 走路 你可以说,我走路去孔子学院 啊,我走路去孔子学院 你看,这是哪里? 这是我家昆明 这又是哪里? 这是中国的首都,北京 何老师做什么? 何老师坐火车 何老师怎么去北京? 何老师去北京坐火车 不,何老师先坐火车 然后去北京 所以我们应该说 何老师坐火车去北京 何老师坐火车去北京 太棒了 这是司雷 司雷在上海 他要回京边 司雷怎么回京边? 司雷坐飞机回京边 索皮说得非常好 你呢? 你做对了吗? 索皮,你去哪儿? 我去孔子学院 索皮,你去孔子学院做什么? 我去孔子学院学汉语 你先去孔子学院 然后学汉语 所以你可以说 我去孔子学院学汉语 这是谁? 这是姐姐 第二个姐读清声 姐姐 姐姐 姐姐去哪里? 姐姐去湄公河 姐姐去湄公河 做什么? 拍照 我们可以说 姐姐去湄公河拍照 姐姐去哪儿? 姐姐去饭馆 姐姐去饭馆吃什么? 果条 柬埔寨人最喜欢吃果条 我们可以说 姐姐去饭馆吃果条 姐姐去饭馆吃果条 索皮,你怎么去孔子学院? 我走路去孔子学院 索皮,你去孔子学院做什么? 我去孔子学院学汉语 一个句子怎么说? 我走路去孔子学院学汉语 你说得非常好 请你跟我读 索皮,走路去孔子学院学汉语 同学们,我们来练一练 用一个句子 应该怎么说这些图片呢? 索皮,跑步 去运动场踢足球 爸爸开车去医院上班 看这一张图片 用一句话应该怎么说 小红皮,你去自行车去学校考试 怎么样?你做对了吗? 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句子 人怎么去什么地方? 索皮,走路去孔子学院 人去什么地方做什么? 索皮去孔子学院学汉语 人怎么去什么地方做什么? 索皮,走路去孔子学院学汉语 你学会了吗? 假期马上就到了 你有什么计划? 你想去哪儿玩? 想怎么去? 想去做什么? 请你写一写提交到平台 当然,你也可以在讨论区和我们聊一聊 谢谢大家 再见